国际人权日前夕各界将焦点看向中国 我们进一步带您来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十年前中共十六大报告曾经发下豪雨 说不会放任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言忧在耳但是十年之后 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却来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 日前香港媒体披露一份中国内部的秘密报告 嘴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危机临界点 社会随时会爆发规模性动乱 中共政权已经响起丧钟 国际上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基尼系数 来衡量贫富差异程度 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由于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 社会上流传的数据基本都是由学者研究统计得出 不过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0.4的警戒线 并且逐年攀升是各界普遍认同的说法 美国南卡罗赖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是南非 基尼系数也只有0.7左右 这是由于种族隔阂和对立所造成的 然而在没有种族问题的情况下 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居高令人震惊 最近一两年中国大陆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 中共官员的巧取豪夺贪污腐败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指数就是说突破6 像0.7迈进的话你是可以预期的 报告还列出了多组考察调研数据 证明社会贫富悬殊已经突破危机临界点 然而这组统计数据还没有包括公职人员的休假旅游 物资免费配送和家属享有的待遇等其他隐性收入 社会动乱的话呢 其实早就在两极分化的这个情况下 还有其他这个社会不公的平均一份就很大 我完全相信近年指数的预测 可能比人家更高的有可能 其实谁都知道不需要他测 都知道中国的这个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报告指出群体规模性抗争游行请愿等事件 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 从反对官场腐败民众权益受到侵害 提升到还权于民还正于民的维权违宪公民运动 而这些抗争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的支持 认同和同情 不光是这个经理指数所代表的经济上财富上的差距 你从那个政治上的 社会上的所有的那指标呢 都指向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中共的统治 会出现这个土崩瓦解的状态 秦唐人电视易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